所以看一下,如果你的资料是大的 假设你是分成十个区段 那我大有可能是十个区段同时被提出去 同时送出去,那速度大概就是10倍 跟你把这十个区段存在一个电脑上面 将依序的提出来,那当然我同时送这10倍了 所以答案越大,你再存取上效率越明显 效率越明显 不过这个答案,网络要配合 网络数不要配合 但是网络数不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除了三分,除了去确保它的可靠度 也是提升效率 也是提升效率 所以在储存上都会有这种观念 它是这样来处理资料的 至于说这个要放在哪里,哪一个地方 那就是主控电脑去安排 这个S放这里,这边有S放,这边S放这里 这边是四个云关上面的机器 各种电脑 不同的这个动 Clarum这个GETA block 好,那这个就是资料 资料的主控系统去安排 好,这边有问题 这个概念有问题 好,所以在这个资料的管理上 其实也验证了,验证了老师之前讲的一句话 就是说,你的硬底的速率 单位硬底的速率的提升也有提现了 那么这时候呢 我能够大幅的加速你资料的出去 唯一的办法就是 我多找那些机器过来 同时来做 对不对 那同时来做一样的方法 你要能够规划出方法 这样这边就把档案切割成两个block 或是多个block 散落在各个电脑的上面 所以将来这些block 都可以同时的背提出来 同时的背提出来 那可以快放提升这个速度 那同时也确保这个 这个资料的困难度 资料的困难度 好,那么 OK,这大概简单这样 那这里的Meta 这里的Meta是指这个 中间过程中的一些结构化 一些资料 我想这个就是说 普通打扮 普通这个Data block 到这些打扮包装过程中 会有一些中间站出 中间这个中间形式之后会出现 我们会交一些表头 交一些 交一些标期 标签等等 然后方便它处理 就是中间 运算在提取过程中 中间的一些资料 那这个MetaData 了解这个名词就可以了 那终究我要包装成 使用者可以看得懂得 可以看得到的完成档案 那过手中就是一个MetaData 所以刚才我们谈到的是储存 卡路口的运算 卡路口的这个储存 的确可以大有提升效率 跟提捞资料的很高度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会来谈 计算部分 那么 整个云端的操控 不外乎是两件大事情 一件就是你资料怎么去出去 第一个 第二个是你运算你的计算 你怎么去安排 运算跟资料 大概是什么东西 我们要的就是这两个部分 资料跟运算 那我们也简单谈到 MemoryUse的代表 ok 好 这个计划过来看看 大家有什么问题 好 好 那六题我们就先个段 好 下期后我们再来谈 MemoryUse 好 先休息 行文座